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气小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21期的节目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的 Cyberverse Universe Cromia Cyberverse里头的Cromia 但是它的造型 却跟真正动画片里头的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使用了一个过去 曾经推出过的 TFA的Universe里头的警车的模具 所以说一定会有人对它的造型乱作感到不满 但是我曾经在很久之前我就提过了 这个传承系列你可以把它当成是SNK的格斗天王 然后聚集了拳皇 龙虎之拳 甚至以卡里怒这个游戏里头各个角色 混到了传承系列的宇宙里头 造型都会有点不一样 大家如果这样想 可能就多少能理解了 不过使用同模来改 而且是个男性角色的模具 就不知道你是在侮辱这个男性 还是在侮辱这个女生了 那么由于它跟警车是同模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以载具的行侠作为开场了 其实这款Cromia的话 它一出生就背负了两个原罪 第一个是它作为一个改模 这是一定会被它诟病的 再来就是说它的所谓什么叫做出道及巅峰 这一款是IDW时代所推出的Deluxe Class的Cromia 这一款玩具我当时给它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在已经全面缩水的那个年代 2014年还是2015年的年代 这款玩具我依然给它非常高的分数 有着强烈的外星载具的形态 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有很强的鸟山鸣的这种设计风格在里头 这款玩具就跟IDW时候的锋刃一样 它几乎还有RC一样 当时的这三个女角几乎就是出道就是一个巅峰状态 之后推出的另一个历代的属于他们的玩具 你都很难超越那个时代的玩具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这两个载具的话 我相信了虽然我们不是外星人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外星的这个载具是不是更加的好看 所以说这个玩具呢 尽管我已经拿了它很多天 但是呢我还真的没有什么心情 想把它拿出来做一个分享 因为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它有点点的索然无味了 那么我们来看到它的摩托车形态跟这一款警车的话呢 可以说几乎都一样 我看了一下我没有说非常非常非常仔细对照了 可是呢 除了头雕之外 我发现它好像几乎都是完全一样的一个造型 甚至于说在分色上面可能这一款警车的涂装分色可能还更好一点 这一款的话呢就感觉就山寨的一个味道就更加的浓厚了 轮胎本身有一定的滚动性啊 它侧边的话呢就可以拆下来作为武器的 那摩托车形态的话呢就有一个细节在这里刻画啊 那没有什么好多题的了啊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啊这一款克罗米亚的变形过程啊 那第一个步骤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解锁开来 这两个地方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解锁这一侧的腿啊 就可以把它给伸出来 伸出来之后呢把它打平就可以了 这个支架收进去打平转到这个地方啊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前面有条缝吗 对吧 然后呢我们把把这个自己都笑场是怎么回事 这个腿呢一样把它给转下来 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先把这两个部件给打开 然后把这个胳膊两侧给翻开来 翻开了之后的话呢从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两片部件往前面搓下来啊 搓下来之前的话呢先把这个两根操作杆放出来 好到这边 然后呢我们转下来到这边 把它给穿过去 穿过去的时候呢顺势的呢将这个胸甲的部分呢给 穿透过去到这边 好 这样子把这个头给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的话呢就顺势的呢把这两片的像是大红红的翅膀样的给翻上去 然后呢转过来这边啊 我们来看到这款克罗米亚的机器人形态 那我提一下我的手机前一阵子不是说坏掉吗 我换了一个新的副厂的镜头啊就是手机的镜头稍微换过 不晓得效果怎么样 反正便宜嘛 先将注着用嘛 然后它的机器人形态 两者刚刚有提过了啊 我终于发现了原来这个魔具真正的主人其实是 其实是克罗米亚啊 然后呢除了头雕之外我们可以发现它身上几乎所有的零件都是使用一样的啊 所以说可动方面的话呢也都是一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大推它的头雕非常的漂亮很好看 而且跟和惠上面的一致性呢非常的高 啊这个面雕呢应该是可以排列到吧 我不是恭维它啊 目前看过的变形金刚头雕里头 我觉得是属于应该是真的可以排到最漂亮的前几名啊 嗯非常的好看啊 那没有一个胸部的一个图啊一个一个造型啊 整个一个机械的样子的话呢 就是就是一个机器人啊 没有女性的特征 那我们刚刚有提过了啊 这一款IDW时代的克罗米亚是非常优秀的玩具 你可以看到两者摆在一起 头身比完全不一样 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大概是十头身甚至是更高的头身 它的一个女性的特征做得非常的明显 而这一款的话则是透明到一个什么都能够看得到 甚至可以让你看到里面的一个状态 已经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了啊 那这么说吧啊 就是因为戏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初恋 所以你没有办法接受现在的眼前这个人 这样会让你失去眼前的缘分你知道吗 同学们 所以呢该放下的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给放一下啊 那么这款模具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头部是一个球关然后手臂360度的转动 平局啊 两侧都可以达到完美的平局 二头肌那单独都可以转动手肘可以弯90度 拳头不能转了啊 腰身可以转动 变形的需要呢 它这里多了一处的关节 然后脚前后踢啊 甚至我们可以说啊这款玩具的呃 关节支持力度是挺不错的啊 不是很差的作品 那么它的武器 也是设计的比较妙啊 可以收纳在侧边 拿下来之后的话呢 它依然有一个造型的感觉 而它的武器 本身是有联动的 你这样子推开啊 它会有一个旋转开来的一个感觉 它里头的话呢 是有一个齿轮去带动啊 我们看一下 齿轮去带动的 那两手的 因为两手的造型不同 这一手 这里比较细 这里握的比较大 所以说握持武器的时候呢 是以这一只手来拿武器 会比较稳 我有点忘记 我当时坐这个警车的时候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好像武器要 怎么样个方法 但是呢 我当时忘了它是怎么说的 如果你是这一手要拿武器的话呢 你可能要 把它给握得里面一点 还是干嘛 我有点忘记了 可能要握成这样子吧 那就有一个双手都是这个 但是这个武器 我不知道你这样是 应该是拿手去丢我还是干嘛 而且科罗蜜亚在我的印象里头 它也不是拿这种武器啊 那说到底的话呢 这个就真的是属于 一个共用模具的被挨吧 你只能迁就于另外一个造型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期待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